絕美櫻花綻放 怎麼拍怎麼美 正值日本櫻花祭 國人大舉赴日旅遊 卻要注意這個警訊 肆虐歐中海國的臭蟲還沒消失 甚至是任何殺蟲劑都無效的超級臭蟲 不僅有日本民眾在住家被咬 甚至電車座椅上也有 網友甚至製作臭蟲地圖 發現從被害到已經遍及全日本 甚至連沖繩 濕淵島都有 影響範圍逐漸擴大 譬如在電車上面 譬如有家具的地方都比較容易發生 習慣是把它直接丟在床上 你不要做這樣的動作 但不知道日本有蟲蟲危機 接近春天 蛇蟲鼠蟻通通出現 國內春季常出現樣蟲 外圍紅紅一圈還結痂 就是樣蟲病典型症狀 在沒有抗生素的治療的情況之下 會有全身的重症 有多蟲器官衰竭的情況出現 被樣蟲低藥可能高燒 頭痛 有時嚴重點會併發肺炎或肝功能異常 若沒有適當治療 死亡率恐怕高達六成 而被臭蟲咬到可能會發癢 紅疹或引發全身性過敏 真的我們開始接到旅客有這樣的反應的時候 我們也許後面的團就會開始請旅客 譬如說你要帶一些比較大的袋子啊 或是說我們甚至旅行社可能幫旅客準備這樣的 出遊賞音 開心治癒也要小心留意衣領 袖口 外住回來先清潔衣物 行李箱或手提物 入住飯店也要留意床單 被套或縫隙 降低 被咬機率 靜新聞 您的心理方式參謀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